第25年台流杯国际帆船赛 11日在朝近海湾正式起航 45艘来自台湾、日本、香港及马来西亚等国家队伍 360名帆船选手共襄胜举 因为我们已经停了三年 因为疫情停了三年 所以几乎今年来讲累积了很多三年的能量 这三年里面来讲的话 因为我们成长速度很多 三年大家都没有出国 所以很多企业组也投入了帆船运动 这三年里面也开始训练买船 所以今年我们的船数就增加了很多 在台湾的船数增加了很多 比较感动的是说 像香港他们也是直接从香港开过来 香港他们开来的时候花了五天四月 出发前必杀浴港游体码头 挤满参赛船只 选手们整装待发 对赛事相当期待 很多帆友包含全台湾能动的帆船 基本上都会为了这一次 有意义的比赛来 因为不但航程精彩 这个能够到日本 来享受到日本的河牛 这些都是非常吸引人的地方 那所以很多船友 我们平常都在南部 都还要特地把这个帆船千里迢迢 先把它移到基隆必杀来 今天感觉天气也蛮好 然后台北因为下了很多天鱼 所以来到基隆这种阳光 看起来很灿烂的地方 然后觉得这些船看起来 都比我想象中的 还要再高级 还要再行 所以觉得是一个蛮新鲜的体验 看幕医事上 基隆市长谢国良 议长佟志伟 及海委会主委管碧林 亲自出席 一同见证 国际赛事 重回基隆举办 可是我过去去南发 因为我那时候 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 多次去那边旅游的时候 我们是觉得毕萨鱼港其实 它的游艇码头是可以避免那边的环境 那我是希望未来在招商 我目前在招商 跟邀请游艇的经营的业者进驻的过程中 我们能够兼顾到游艇使用者 跟一般观光民众 这个彼此之间的共同需求 那游艇使用者它是一个需求 那一般的民众的观光 西家带券 亲子 这又是另外一个需求 这两个需求 在我过去去法国旅游的时候 是可以看到同时并存的 那我们未来也会跟我们 假如有得标的话 这些业者去沟通 如何让业者在经营游艇的过程中 要兼顾到一般的民众的观光需求 那能够兼顾到观光需求 让这个地方更热络 其实才是我们市政府 做这个标案一个很重要的精神 如果全部都只给经营游艇的朋友 来使用 没办法扩及到一般的观光旅客的话 那第一个就非常可惜 第二个钱也少赚很多 基隆的国家海洋门面 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必杀鱼港 那我们的游艇港 如果可以发挥更多的观光价值 打造我们的蓝色公路 蓝色系统上的观光 会对未来基隆的观光 会直接产生非常巨大的影响跟变化 也会让我们的居民生活的更好 让我们附近的这个饮食美食都可以展现出来 我想持续的打造海洋观光 是我们市议会全力会支持市政府做的事情 那当然刚刚我们管主委也特别说 明年的补助会给我们更多 所以我想在中央跟地方合力努力之下 我想基隆的海洋朝进海湾节 绝对会是更独特 然后更好的一个活动 YOKA公司也加码制作限量500张YOKA做工艺 民众只要到餐车市及消费 每笔将提供10%回馈 活动还延伸到基隆相关的海洋系列活动 让民众玩得尽兴 这个帆船赛事这个是台湾跟琉球之间非常重要的一个活动 而且历史悠久的 那我们YOKA也共襄盛举 希望做出500张限量500张的特殊的一个版面 来做工艺的活动 那也希望有兴趣做工艺 或是对卡名来讲只有500张 要买动作一定要快 其实就是我们单笔消费每一笔最多50块 然后一个人最多消费就是200块 然后这个10%的优惠呢 不是只有单纯我们现在在网路上公布的这四个活动 其实一直到12月底 其实市府现在各局处如果有活动 然后有餐车有需要消费的 我们都会一起优优卡公司来做一些配合 台流杯帆船赛国内外好手云集 说证明基隆非常适合帆船运动的水域环境条件 藉由政府和民间一起推广 让台湾也能在国际赛事舞台上发光发热 记者黄绍敏记忆报道